被美国吹爆的激光核聚变 为啥没人相信了 2022年美国内源部突然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 美国国家实验室成功点火 并且实现了正能量增益 当时这件事迅速引爆了全球科学界 因为它的成果相当炸裂 目前世界各国的核聚变都还在实验室验证阶段 基本都在验证材料设备啥的可行性 而且大部分都是发的电小于设备耗的电 简单来说就是入不敷出难度很大 但是美国这激光核聚变可就不一样了 发的电量竟然大于耗电量 根据美国实验室的数据 像激光核聚变设备输入的能量是2.05兆胶2 产生了3.15兆胶2的能量 能量产出竟然高达1.5倍 这就很恐怖了 别家还在亏电 你家都已经一出一半了 核聚变能源可是被称为人类中级能源 一旦它实现突破 那么改变的就不单单是能源格局 而是各行各业 比前面几次的工业革命影响力还要大 因此美国公布实验数据后 世界各国都炸了 英国的BBC新闻说 这是人类第一次做到这一点 堪称核聚变领域的巨大突破 日本经济网说 美国核聚变正能量增益 让核聚变迈出了飞跃性的一步 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更是公开自夸 说这是一个里程碑的成就 将为美国未来能源竞争铺平了道路 在这些国家的宣传下 激光核聚变成为美国科技救命稻草 就连咱们国内也差不多 是各种吹 中国国内的核聚变技术路线和激光路线不同 中国主流路线是托卡马克装置 俗称人造太阳 以前说到核聚变 不是中国突破了人造太阳温度记录 就是中国又完成了国际人造太阳的设备安装 中国人造太阳就是很牛 甚至咱们科学家都充满信心 说只要20年左右 就可以真正实现核聚变发电 结果美国激光核聚变路线出来之后 有些美锤就真的信了 而且还各种阴阳怪气 什么这才叫清场式遥遥领先 还有发出灵魂质问 为啥美国次次都能领先我们 更过分的是 有人竟然说什么 科技文明别说入抄袭人手里 这不是妥妥的借机污蔑我们哪 都2024了 竟然还有人如此充养美外 然而这群人没高兴两天 美国实验室的数据就被扒出问题来了 原来美国所谓的产出大于消耗 压根就是为命题 美国实验室公布的数据都没错 激光输入能量确实是2.05兆交二 输出的也是3.15兆交二的能量 但是他们没有告诉你的是 核聚变所需要的激光足足有192台诱发装置 他们是需要能量 而且能量超过了300兆交二的电能 也就是说 其实激光核聚变实际上消耗了300兆交二 最后只产出了3兆交二的能量 相差了整整100倍 这压根就不是什么振振力 而是负的不能再负的增益了 如果用这个来建设电厂 估计亏得裤衩子都没了 不是说契约今世文明国度吗 怎么和日本一样欺骗大众呢 要我说 日本企业还是太嫩了 没学到老美的精髓 日本只会造假 时间久了就瞒不住 但是老美就不一样了 只要稍微玩文字游戏 你就不能说我造假 如今两年过去了 美国激光核聚变可牛了 不仅附现了四次激光核聚变的实业 而且有商业公司 已经开始建造激光核聚变工厂了 你没听错 美国核聚变竟然准备正式商业化了 这个成果已经不能用轰动 而是要用炸力来形容了 放在哪个国家 不得在热搜上挂个十天半个月的吧 结果呢 别说国内了 就连国外媒体都懒得跟踪报道 反而把美国国家现实的底裤都给扒了 原来这家实验室 就是著名的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 它研究的激光核聚变 压根就是一挂羊头卖狗肉的 表面上是为了发电 实际上是为了清淡实验 这还真不是我说的 而是利弗莫尔实验室自己曝光的 2014年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 提交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里详细说明了 国家点火专制的实验室 为美国核武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包括改进核储备模型 建设训练核武器项目团队等等 你看看 国家点火专制 核武器训练 说的是清清楚楚啊 你说我冤枉它了吗 那么问题来了 激光核聚变 怎么会和氢弹挂钩了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大瓜 相当有意思 这咱们还得从1985年聊起 1985年 美苏冷战到达了尾身 军事竟被让两个国家筋疲力尽 尤其是几次核危机 差点就爆发了核战争 美苏两国都想减少冷战氛围 避免更大的危机出现 因此 当年的日内瓦峰会上 格尔巴乔夫和里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并且发表了联合声明 说 神类不应该打核战争 谁也不可能是赢家 倡议世界各国可以一起研究核能技术 核能技术最火的就是核聚变了 它是公认的神类中继能源 想要和平利用核能技术 没有什么比这个项目难度更高 收益好的了 为此 他们还拉来了日本 英国等国家 大家一起探讨如何研发核聚变技术 当时核聚变主流路线有两种 一种是人造太阳 由苏联科学家创造 主要是利用磁场将粒子约束在设备里面 让它加热和高速旋转 然后进行对撞 模拟太阳的聚变条件 1968年 苏联凭借这个设备 将1000万度 并且高速运动的等离子体 约束了几毫秒 震惊了全世界 这条路线 很快就成为科学家认可的可信性路线 而机关核聚变则是以美国主导 就是用机关产生的高温度 轰击聚变材料 让原子积压在一起 模拟太阳内部原子的密度 机关核聚变设备简单点 但是需要非常大的能量 以人类掌握的技术和设备 还无法做到真正的防造太阳 最终 科学家选择了最主流的路线 托卡马克装置 也被称作真造太阳 然而美国科学家 却并没有放弃机关核聚变 仅仅四年后 以美国为首的欧美科学家 联合发布了《马德里宣言》 要集合全球科学家的智慧 向机关核聚变关键技术发起冲击 在美国的主导下 利弗莫尔实验室 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机关装置 国家电火装置 这个决定让人很费解 明明提出共同研发核聚变的倡议 全球科学家也都确认了 托卡马克的技术路线更有前景 而且已经准备建造了 为啥美国转头就返回了 还要强行推广机关核聚变呢 其实一切反常的背后 都有历史和利益的因素 这咱们得从核聚变聊起了 时间回到1949年 苏联引爆了自家第一枚原子弹 美国上下举国震动 因为根据情报显示 苏联不仅仅是突破了 原子弹技术这么简单 他们还在研发更大单量的原子弹 甚至连美国都未能攻克的 轻弹技术都已经取得了进展 这让美国军方和科学家非常焦虑 他们可太知道核武器落后的下场了 一旦落后 就有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辙 于是有了部分基金的科学家 就强烈要求美国 应该立即着手研究轻弹 其中有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他就是美国轻弹之父 爱德华·泰勒 泰勒是核弹的坚定支持者 希望建立一个专门的实验室 来研究轻弹 为了得到资金支持 他从1948年以来 就不断游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 1952年 在他的努力下 美国加州一座核能实验室 拔地而起 这家实验室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 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 对于美国来说 这家实验室诞生得非常及时 因为就在次年 苏联就引爆了世界上 第一颗可以用于实战的清弹 两年后 又研发出了百万吨级的清弹 而美国根本不慌 靠着利弗莫尔实验室的帮助 相继研发了 笔记星海基战略核弹 和平卫尸战略核弹 以及主导并进行多次核武器实验 依靠着这座实验室 美国与苏联展开了几十年的核竞赛 如果没有它 那么美苏的结局可能真的会改写 也就是说 利弗莫尔实验室 不管从建立的初中 还是后来的发展 主要职业就是研究核武器 机关核聚变 只是他们的一个兼职工作 为什么要做这个兼职呢 因为美苏两家的核竞争 让全世界都受不了了 从1949年开始 美苏两国就在拼命地造原子弹 巅峰时期 两个国家都拥有超过5000克原子弹 而且当量越来越大 就拿氢弹来说 从最初的40万吨当量 一直增长到沙环的5000万吨 要知道 每研发一款核弹 都需要大量的实验 仅1962年一年 全世界进行的核试验 就多达178次 平均两天就有一次核试验 其中美国96次 苏联少一些 也有79次 由于核试验太频繁了 导致地球大气中的碳14浓度 疯狂增加 把全球各国都给吓蒙了 再这么搞下去 整个人类估计都要变异了 作为核试验大国 美苏自己也有点奔不住了 毕竟 核试验大部分都是在境内进行 因此 美苏国内大气的污染最为严重 于是双方决定坐下来谈谈 1963年 美国、苏联和英国等国家 签订了部分限制核武器试验条约 严禁各国在大气层 外太空和水下进行核试验 有很大的污染 甚至会危害周边普通人的生命 因此国际娱乐开始反对 任何的核反应试验 1977年 美苏等国家又进行了 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 禁止核武器试验 已经是大势所趋了 但是当时美苏冷战还处于电风期 谁也不相信谁 就怕自己停止做核试验 对方却拼命发展 于是 全球核大国都在寻找一种 可以替代核试验的方式 其中就有激光核聚变计划 清淡的原理 其实是利用原子弹包裹聚变材料 靠原子弹爆炸时产生的大量高能射线 把聚变材料压到一起 加上原子弹爆炸中心的极高温度 让它们产生聚变反应 而核聚变的原理差不多 就是将高能射线换成激光 如果能掌握激光核聚变 那么就可以在实验室里模拟出清淡爆炸 1968年 苏联的一位科学家用激光照射 含有聚变材料的靶材 首次观察到了中子的痕迹 这是核反应的一个重要标志 由此证明激光核聚变 确实可以模拟清淡爆炸 1972年 利弗莫尔实验室 根据苏联科学家的设想 特别设计了一个技术流程 想要研发出核聚变模拟装置 1975年 利弗莫尔实验室 建成一个名叫 Janes的激光器做实验 结果激光的能量不够 无法准确模拟实验 此后 利弗莫尔实验室 就对激光器进行了多次升级 激光从单数一直增加到了20数 除此之外 美国其他实验室也在研究 激光能量越来越大 在10年时间里 激光器更新了5代 但是让他们失望的是 这些装置依然无法准确找到 模拟轻爆的条件 美国人这下有点迷茫了 难道是设计流程有问题 还是激光能量太小 无法实现激光核聚变啊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 美国人直接放大招了 从1985年开始 三年时间里 美国悄悄进行了多次地下核实验 用核爆产生的大量高能X射线 代替激光 来验证整个过程 到底能不能行 结果还真让他们给找到方向了 确认了核实验 确实能产生 10到100倍能量增益的剧变反应 并且实验结果 跟计算机模拟也大致吻合 美国人选着得可惜 总算放到了肚子里 对设计流程和设备 进行了重新梳理 并且邀请盟友 共同来建造激光核剧变装置 这才有了1989年的马德里宣言 1993年 美国能源部长签署了第0号决议 美国国家点火装置项目正式上罢 它的技术标准 就是直接参照美国在地下核实验室中 推测出来的 有了这个设备 再加上苏联已经解体 美国更加积极推广 禁止核武器实验 三年后 全面禁止核实验条约 在联合国上正式通过 如果说禁止核实验是一项博弈 那么激光点火装置 就是各国的筹码 中国有类似的技术 1964年 王干昌先生撰写了一篇 利用大能量大功率 光机射气产生中子的建议 提交给了当时的领导层 中科院成立了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这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座 以激光为研究目的的专业研究所 中国很多科技企业不多落后 但是在激光核聚变这一块 反而与世界同步进行 因此 技术上并未落后太多 因为王干昌的科学下的签简证明 中国在1986年 就建成了第一座 大型激光核聚变研究装置 神光1 1993年 国家863计划 将激光惯性约束聚变 列为重点发展科技后 咱们的激光核聚变研究装置 也开始崛起 2001年和2015年 中国神光系列激光设备 又经过两次迭代 如今 神光3规模是亚洲第一 世界第二的激光核聚变研究装置 仅次于美国国家电火装置 但是与中国明确研发核聚变不同 美国核聚变点火装置 就比较模糊了 早期的任务更多的是模拟清单爆炸 因此 他们才会出去报告 说他们为核弹实验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吧 随着苏联解体 美国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霸主 核武器的作用大大降低 国家电火装置项目就变得非常尴尬了 想要研发更强的核武器 没有必要 想要尽快研发核聚变 技术路线好像又不太行 这可把他们愁苦了 没有项目就意味着没有资金支持 其他的科技项目都是吃香的喝辣的 唯独他们好像被抛弃了一样 因此 建造速度特别慢 从1997年正式东宫开始 一直到2009年才正式建成 整整花费了12年时间 而且就算建成了 国家电火装置在初期 其实也没啥大的成果 恰好此时 一个巨大的机遇出现了 国际人造太阳出事 因为设备建造困难 成员各怀鬼胎 导致这个人类最大的核聚变项目 一拖再拖 到现在都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再加上激光技术突飞猛进 有些科学家就提议 可以重新考虑研究 激光核聚变路线 利福摩尔实验室 欣喜若狂 这不是躺着掉下饼吗 此时不利用 更待何时 于是各种骚操作来了 多年没有成果的 美国国家电火装置 突然就打破记录了 而且还做到了 人造太阳都没做到的事情 紧接着 美国兰维油地区的 一家核聚变能源系统公司 立马成立了激光核聚变项目 并且倒数融资 坦克座 签署备忘录 这家公司的负责人 正是国家电火设施的前主任 他们的对外宣传 又恰好建筑 美国国家电火装置的成果 你说天底下 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吗 如果不是精心安排 估计没有人 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迅速商业化 因此媒体才会说 这项实验就是 挂羊头卖狗肉 不是为了做激光核实验 就是为了骗钱 好了 我是熊猫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